在这个产品一面上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可以执行的动作 一个View组件加上一个Action 里面我们可以再包装一个View上面加上一个Description 这里我可以绑定输出Entity的Description 描述的下面是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上面我们加上一个Button类 还有一个Primary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预约试驾 下面我们再去创建一个新的样式文件 放在Styles的下面 名字是Action.wxss 在这个小程序的主样式里面我们再导入这个样式文件 然后再设计一下它的样式 用一个Action 先让里面的内容居中去对齐 Tax Align设置成Center 再用Panning添加一点内编句 大小是48个像素 再设置一下Action下面的Description 把这个Margin Bottom设置成48rpx 然后再设计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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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